舉例,Numma Nine的Cutdown案對一般學生所構成的困難就是 他們有時無法解決案的存在 譬如你其實一定要用 如果你是連了一個object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那個on的 譬如你說,I'm putting on weight 我就肥了,I need to cut down on 我需要減少進食,I need to cut down on 你不可以漏了on I need to cut down on carbs 減少吸收碳水化學物 你不可以漏了它 但另一方面,A的Cutdown是可以do without prepositional object You can simply say,I need to cut down 如果對方明白的話 Assume對方明白你是說減少這個碳水化學物 這些我相信對同學會發生一個大問題 會很混亂的 但不要緊 它五六十個,如果學到掌握到最常用最簡單的三十多個 例如爆炸,blow up,機件壞了,break down,取消 取消那個meeting,call off the meeting Number six那個 或者是look after,照料 他們還有一個問題 例如好像Number six那個call off 它一定是牽涉到那個object 他們說call off the meeting 如果那個object是個名詞 就反而簡單 如果那個object是一個pronum 是個代名詞 究竟是怎樣呢 他有些可能這樣說 call it off 那就對 如果他說call off it 那就錯了 他們是會 即是我在作文那裡 就看到他們是會錯這些東西 ok 聽起來好像很難 但當然有辦法 我們學英文當然不是靠死記 當然有方法 例如 你教他take after的時候 你看到45就是take after 24就是look after 你把它放在一起 給學生去compare 因為他真的很容易撈亂 那你提一提他 他又聰明一點 是吧 他的警覺性又會提高一點 印象又會深刻一點 不要撈亂這兩個 一個是解照顧 一個是解學恥 是吧 那都是這樣 各司各法地教 其實我以前就寫了一本 叫做 我不見了那本書 我不見了那本書 Peter Charles完全匯考 匯考 匯考 你知道幾十年前 完全匯考 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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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見了那本書 那我要 看看找不找到那本書 那我就很 很有系統地去 去解釋 去教那個faceover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中學的時候 我自己都一夠運 所以這個都是我的心願 結果就是 我很細心去自己去 去 research 去學 那跟著戴過了之後 那我就 對faceover的認識是多的 我猜一般的中學生都會 有這個faceover式困惑 我猜一下